獨家訪問 馬士鏗爆曾志偉早熟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士鏗 早前接受東周刊訪問時 就舊地重遊他和表弟曾志偉小時候 經常去玩的警察遊樂會 搭著這片綠油油的草地 馬士鏗就笑談和曾志偉踢球的趣事 還踢爆年紀比他小一歲的志偉 其實為人組熟 只有15、16歲 就已經和女生拍拖談戀愛 好像我們玩了一堆 都已經感覺到他是一個很 有正義感 很仗義執言的人 不會說很靜的 他小時候都不是很靜的 已經是很鬼馬 也是鬼馬的 但是當然想不到他有今天的成就 我們小時候差不多可以一起成長 因為每個禮拜天都見面 每個禮拜天都見面 因為每個禮拜天都去我舅父家 當時他們住在美善同道 就是在土瓜環 他們住在美善同道 是警察宿舍來的 我們就會坐舅父的車來這裡 我們小孩子就踢球 我小時候過 雖然低我一年 但是我們玩得來 好似我所說 他自小是一個很有義氣的小孩子 很有義氣 可以說有一個凝聚力 他很厲害凝聚人 有沒有例子 例如踢球 他怎樣顯示到他有義氣 他會幫你 踢球的時候就不是很覺得 但是就 你有一個感覺 他有什麼事情他都會出頭 有什麼事他不怕出聲 有人很覺得 我表弟就 有兩個老婆 他有很多新聞 你知道嗎 但是呢 有一件事 就是連我太太都要服他的 就是他 我太太家庭觀念很重的人 都跟我說 他說 我真的很服阿智慧 那些弟弟那麼疼他 就 和他兩個太太 是很和睦地相處的 譬如我們有什麼家庭聚會 是出來了 有些地方 不知 removable 谢谢观看